你有沒有準備了硬碟的硬碟 是硬碟的硬碟 食物在義大利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 被當地不少人來說 甚至等同於國家大事 一名來自義大利波隆納的食品歷史學家 兼作家塞薩利 他在IG上傳一段 號稱製作原始版本的 義式培根蛋黃義大利麵影片 他拿出一本1954年的老舊雜誌 強調是照上面的食譜製作 沒想到卻引起義大利民眾 不滿和吐槽 那是人們可以拆開 那是人們可以拆開 為什麼 因為我看起來很瘋狂 看起來很像是傳統的 所以我們要去吃吃吃吃吃吃吃 那這個從哪兒來 從哪兒來來 我看起來很瘋狂 但我會說 很瘋狂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由 那他有自己的理由 為什麼 你不說 為什麼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會有一個廢東的作法 他煮的一式培根蛋黃義大利麵 不用傳統大眾認知的材料 像是義大利棉牙起司 和醃豬夾肉 以及用雞蛋製作的醬汁 而是使用瑞士葛瑞爾乳酪 大蒜、培根和炒蛋组合后 再放进锅里 和意大利面一起煎炸 这破天晃的组合 不仅让意大利人不满 就连餐厅老板也傻眼 老板认为这道料理 并没有发明者 对于整个讨论的讨论 我认为这道理性的讨论 我认为这道理性 我认为这道理性 我认为这道理性的 我认为这道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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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利乡路透社表示 他重制的地式培根蛋黄意大利面 记录了那些喜爱不变的爱好者 他认为这群爱好者没有研究历史 并认为食谱始终如一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另一名质疑意大利 积定传统烹调 而受到抨击的食品 历史学家阿尔贝托格兰迪 他站出来为塞萨利辩护 并谴责美食民族主义现象 认为这现象 妨碍大众冷静思考美食意义 未经许可疑 在由于当然爱好者 未经许可疑 不得地 并非得地 并非得地 可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